大家好 我是徐明秋 今天是2月22号 今天是星期二 又有点变化 今天要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像今天早上 看到一些新闻跟昨天又都不太一样 好 昨天有法國有說到說 他們要來用一些峰會 來解決這個問題 烏克蘭和俄羅斯的問題 現在目前為止 現在俄國昨天俄羅斯總統普丁 做了 已經有承認 烏東兩個共和國獨立 看起來好像也有派兵進去 但是目前為止不知道多少 好 那也造成自己 你自己看 像我們來看一下 來 這邊俄羅斯 這昨天晚上收盤的 俄羅斯自己跌了13.2% 13%俄羅斯 俄羅斯跌了13% 盤中一度跌到17% 17%還不知道 那指數還不知道要算 如果算是我們台北股市 大概將近快要3000點 不要煞情 非常可怕 好 那來看一下 昨天的德國 法國都是跌2% 都2% 好 今天早上有看到 美國的電子盤 看到不是大跌 沒有說大跌那麼多 因為它是從兩天 從昨天和今天的加在一起 不是沒有分開 沒有分開 加在一起的 那現在目前為止 這是8點50分的時候我截圖的 大概是跌了將近2% 2% 要用納斯達克 稻窮跌也1%多 1%多 現在目前為止又跌幅又更多一點點 或多一點點 台北 我們的台子期現在257點 157點 看起來的話我們台北股市 看起來好像平穩很多 這也可以理解 像昨天在我們盤勢在下跌的時候 我就跟大家說 盤勢在跌的時候 那就當然就會有一些穩盤 賣工戶盤 穩盤 關股券商 昨天是買了29億 雖然不多 但是還是有起了一些作用 多少錢也有 加減有 加上外資昨天沒有大賣 外資沒有大賣 昨天三大法人總共賣的 大概是90億左右 好 那現在目前為止 台北股市現在是下跌107點 6807點 相對比較上 雅股來看的話是比較輕 韓國 韓國6% 日本有差不多1.4% 1.4% 台北股市跌的是0.6% 我們算跌比較少了 0.6% 好 那美股的話不用看了 現在為止 他們昨天因為休市 華盛頓深層 深層紀念日 深層紀念日 休市一天 好 那現在目前為止 台北股市下跌到4點 好 那現在大部分的股票 大多數是跌得居多 大多數跌得居多 我們看一下 我們目前為止看一下 那快速看一下 台股電流2塊 那下跌2塊錢 那其他就大家都分配 大家分配下去 來 我看一下 好 我們現在看盤面上大部分 都大概都是下跌居多 都下跌居多 主要排面上的一些指標的類股 電子股 運輸股 鋼鐵股 鋼鐵現在是在平盤附近 平盤附近 還有化工 那這些都今天看起來都還是不強 那慢壓會比較重一點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好 那我們目前為止 可以看到運輸 運輸下跌0.0.4 這沒多的小小的 小鐵 鋼鐵平盤附近 好 那現在可以看到盤面上 那資金分配 現在9點4分來看的話 可能一點點比較不會準 我們先看一下 33%在航運股 運輸股 運輸 電子45% 你可以看到最近 電子股有一點點在 量有在降 有在降 為什麼 因為大家可能會有一點點 想要做避險 避險 因為你說納斯達克 你可以看到 納斯達克可能就跟我們電子股 比較息息相關 還有廢半都很息息相關 你說像一些傳產股的話 其實跟像美國的高科技股 比較沒有相關性 相關性沒那麼高 沒那麼高 你可以看到 最近可以看到 像盤面上比較強勢的股票 它強勢的股票就是在哪裡 昨天我也考慮 因為昨天像鋼鐵股 我也考慮說 是不是要進場鋼鐵股 是不是要進場 當然昨天我們是沒有進場 那在這整個盤勢的話 以目前我們是稍微在等待一下 不要不照進 不照進 那昨天我們也是順勢先把一些股票 先把股票 先把那些獲利了結 像金豪科 金豪科還有5351的股創 這是有關於像低論方面 低論的 那利基型低論 還有這些先把股票了結 好 我們可以看到 這帶大家來看 我們先看一下 比較大一點的趨勢 目前來看的話 我們先看 先看一下 來看一下 納斯達克 來 納斯達克 我說在接受到 他說他會再來回撤 他會來回撤 在操作這段期間 這段時間我都小心翼翼 那當然我們還是用以轉價差 短線做價差的方式來 帶個會員做 那還是有 還是還是有夠有獲利 就像這段期間 我們可以選擇做什麼 做航運股 航運股 你說納斯達克跟航運股 現在有點不關的 比較沒有相關 你如果說有相關的地方 就是 你如果說一些電子股賣不下去 再去賣航運股 這有時候說也是 說不太 說了過去 也說不太過去 因為這兩個有點界線 還有很大差異性 還有很大差異性 當然就會 我所看到的是把資金 把電子股的資金挪到了 都一樣 航運股 你知道看多久的航運股 都成交值的比重 到收盤的時候都有到 30 昨天34% 昨天7% 前一天是37% 37% 所以 你說禮拜五那天37% 昨天禮拜一 昨天是34% 航運股 所以 把電子股的資金 挪到航運股來 這可以理解 因為大家 大家都很擔心 你說法人 法人他會看不懂嗎 法人當然看得懂 當然知道 他當然知道 你如果不知道怎麼辦 找專家 沒辦法 沒辦法 就要找專家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納斯達克 是這樣子 這幾乎跌破所有軍線 跌破所有軍線 各位來看一下 來 這 廢半 廢半 廢半也是一樣 最近也是一直在滑落 但是你可以看到 像我們台股的話 你看我們台股 算超強 超強的 我們幾乎這一陣子 沒落 沒有跌 也算幾乎都沒有跌 現在指數在18.076點 沒有跌 沒落 我有說 我也是會擔心 擔心怎麼樣 會有補跌 你也說 你說美國最均 這幾天在滑的時候 他們在跌 但是我們盤中 我們都拉起來 順勢拉起來 到了 你也說到了美國 真的開盤的時候 可以黏一下 會怎麼樣 以目前來看的話 當然是比較大的壓力 比較大的壓力 如果跌 美國沒有拉起來 你說美國盤 你說納斯達克 沒拉起來 納斯達克如果沒拉起來 沒拉起來 倒窮 倒窮 沒拉起來 廢伴 沒拉起來 會怎麼樣 會不會影響到我們明天 當然會 一定會 所以操作上 你要能夠先推 推到明天 因為這看得到的問題 你就可以推 很容易可以推 可以推算得出來 現在目前為止 台北股市現在 還在拉回 今天 航運股有比較大的壓力 有比較大的壓力 現在下跌是156點 156點 現在目前 航運股下跌1.89% 現在跌幅有 趨越來越重一點點 有這段步越來越重 然後越來越重 好 那 航運股現在目前為止 這個我們先看一個比較重點的地方 先看一下航運股 目前為止 長榮航 有漲 小漲 三櫃 三櫃在底下 三櫃 三櫃在底下 那現在目前為止 長榮 下3塊 陽明下4塊 下4塊 三櫃今天 當然也壓力比較大一點 這幾天可以看到 那當然這三櫃 你可以看到 當然是 他們 航情比較穩定 你說 來看一下 2603 最近你可以看到 這是最近航運股的走勢 航運股 這是長榮航 長榮海運 這個 這是陽明 你看到說 2615 昨天還創 昨天還到200塊 萬乃 當然 最近他們沒有跌 可以說最近他們沒有路 沒有路 當然會稍微會有一點壓力 就是人家 你用電子股 你賣不下去 會賣到什麼股票 賣到航運股 這可以理解 這也在理解 好 那目前為止 看起來的話 今天台北股市 壓力蠻大的 壓力蠻大的 怎麼辦 你說 現在 你現在看路的時候 你都開始說 我想要來賣股票的時候 你看看 你手邊的一些股票 可能是跌幅 現在蠻重的 跌幅蠻重 現在樓有八百塊金 去上市 上漲126家 平局是 然後現在下跌是169點 169點 好 那 來看一下 先看一下 先看一下 我們再進廣告 先看一下 來 昨天我們把金豪科 把它賣出去 165.5 165.5 我們先把它獲利 要截掉 那 也因為 也因為 因為 短線上 我們已經有獲利了 17.5元 先做個獲利了結 短線操作 當然 做一個短線 先做個價差 先把它獲利了結 那也因為 因為最近 可以看到盤面上 真的是整個 整個盤面 你說不是 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比較穩定而已 你說 雅谷倒一片 全世界都倒一片 像現在俄羅斯 更是誇張 漲13.2% 跌幅更重 現在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裡金豪科 我們再看另外一檔 來 育創 昨天育創也把它賣出 89.5元把它賣出 昨天收盤說85 三十五元 三十八十五元 我們89.5 就先把它獲利了結掉 先賣掉 昨天 先獲利了結掉 好 這是我們昨天 先把一些 短線上操作 賺價差 先把它獲利了結 現在 最近來說 你說 要做空 你說實在 前幾天 如果空也空不下去 空也空不下去 漲 漲就是漲獨特 漲就漲了幾樣東西 漲就漲了幾樣東西 像有低潤 有關於低潤 航空股 是翁晉智 昨天當然是航空股 是跌幅最重 8點多趴 最近漲幅 人家說漲幅 來說低潤 航空類股 還有 航運股 還有路上跑的 這些在漲的 好 現在大盤現在下跌了200 要用話 我說到說今天大盤 比較大的壓力 237點 現在下跌237點 現在跌幅來看 現在小納斯達克 現在下跌310點 下跌310點 這是兩天加起來 兩天加起來 不是一天 不是一天 兩天加起來 現在台積列可以跌 沒辦法 現在慢壓比較沈重 你可以看到 比較大的KK棒 這條綠色是我們的季線 季線 目前為止季線是在17981 17981 17986 都在富君 剛才是有 今天是有 最低點是有跌 跌在附近 在附近 好 現在目前為止 排面上 沙身濃濃 沙身濃濃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現在目前為止 電子跌1.6% 運輸2.8% 鋼鐵1.8% 昨天我們一度有考慮說 要進場買鋼鐵 但是我還是Hold住 因為你說 在這個通膨 還有當然中鋼有說 他們報價 報價要漲價 我認為 還是 風險來說的話 會大於這些 大於這些 也加上說 你說鋼鐵股 他們都 都去一天 來這邊看一下 鋼鐵類股 現在目前為止 長的就是 新鋼 張園 海光 智聯 好 新鋼 張園 這些都是 這些 算是一些 不鏽鋼的 不鏽鋼的 不鏽鋼 好 那現在目前為止 現在已經是9點15分 我們先休息一下 那你思考看看 你需要什麼樣的人 來帶你來操作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先進段廣告 成東斗庫 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代盡一定代出 精選持股 持股其中 保證 代盡一定代出 成東斗庫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代盡領先動心市場 穩借獲利 無往不利 成東斗庫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成東斗庫 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代盡一定代出 精選持股 持股其中 保證 代盡一定代出 成東斗庫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代盡領先動心市場 穩借獲利 無往不利 成東斗庫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資源循環 深深不息 好 歡迎回到現場 現在美國那邊 現在是電子期 現在他們也是跌幅蠻重的 現在小納斯達克是落差不多 2.38 300幾點 300幾點 來 我們來先看一下我們台北股市 現在跌228點 28點 目前看一下強勢股 目前為止來看的話是 沒有一個 比較沒有一些族群性 比較沒有族群性 這樣快速掃一下 沒有什麼族群性 跌幅看一下 來看的話 也是沒有族群性 有看到是一些航運股 航運股 當然他們就是 最近沒有漏到 現在 比較容易怎樣 當然就是可能大家 人家說還有賺錢 人家如果賺錢的話 那賣當然是 還比較 大家如果大部分的一些 投資的朋友 都是砍 砍股票都是砍那種 都是砍那種 那種強勢股 有獲利的 弱勢股呢 撲整張 剛好跟一些 剛好跟法人 再操作 跟我們操作 都不一樣 相背離 相背離 好 那哪些股票 現在目前為止 可以留 還是要說要減碼 結果之前 都不斷每一天 要跟大家來講 不斷的每一天 跟大家講 你說一些 漲到漲 你說漲到天 比較高位階 比較高位階 那些股票 請大家一定要 第一個 第一件事情 一定要減碼 減碼 或是要賣出 解碼或是賣出 好 這 剛剛說 也是股票火車 我當時 還是 到了 一直 投資朋友 一直問 我也是很耐心的 一直回答 也是一樣 我也知道 心裡很痛苦 因為一些股票 已經 已經 都拉回來了 該怎麼辦 該怎麼辦 你如果不知道 如何處理 不知道如何處理 歡迎你可以到賴松軒 來這邊來詢問 還是來電 都可以 都可以 我會最快的時間 回復給你 最快的時間回復給你 好 那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看起來說 昨天我們把股票 把他獲利了結 股票 來看一下 來金豪科昨天把獲利了結 賣掉多少 165.5 165.5 現在目前為止是156.9 156.9 沒辦法 那我們也是先把一些 一些先獲利了結掉 沒辦法 那股價 那也是最近有一段漲幅 有一段漲幅 我們就先把它獲利了結掉 這是金豪科 金豪科 來再來看一下 5351 來 這預創 昨天最高有來到90.8 沒辦法 賣到最高點 但是我們賣89.5 89.5 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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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盤收85 收盤85 現在83 現在83 賣得還算不錯 價格算得賣不錯 好 這是短線上我們所做的價差 你說這段時間 你說盤面上的 就是把這些股票去而已 是這個 還有3006 這個 這一些 2344 華邦店 還有什麼 2618 還有什麼 長榮航 2610 華航 2603 長榮海運 2609 揚明 2615 2615 萬海 這些股票 就是這些股票在漲 所以 選股 選股重不重要 選股重不重要 當然重要 你說 現在看著說 賴心拉肥的 怎麼辦 怎麼辦 當然找專家 沒辦法 要找專家 我們目前為止 我們聯電 公仔 小賠 小賠 小賠幾毛 這些聯電 目前為止 不然每天 也沒有 沒人長 這小賠 賠就賠了 這些小賠幾毛錢 聯電 我說 我們是要做比較 頗短線 但是 你說 短線上 我如果看到比較好 當然現在目前為止 我們不會持股很高 我們不會 我們都低持股 我們都低持股 我們低持股 那我如果看到說 有更好的機會的話 我們可能就會把它換股 到其他股票來操作 先把它賺價差 先把其他股票 賺價差 賺到手 再回來買就好了 其實也不急 也不用關鍵 你如果沒有 你如果沒有 我認為 這是不錯 滿不錯的 可以做一個 比較長期的 做一個佈局 佈局 佈局 好 來 選股重不重要 來看一下 來 不管指數 在一萬八千 其實都一樣 你要面臨的問題 都什麼 什麼問題 當然是 當然是什麼 選股 當然是選股 選股 你怎麼看 只有看到一檔股票 看到股票看到什麼東西 你也看到價格 你看到價格進去買的時候 當然是有很大風險 要怎麼看 我 我是怎麼看 別人我不知道 別人都是怎麼看 看到長什麼 長什麼講什麼 起什麼 講什麼 我們沒有 我們不是這樣在講的 你如果在操作 你永遠都在追高殺地 永遠都在追高 永遠都在追高 來 我們用怎麼操作 產業 先抓住產業 先抓住產業 就是這個 來 來 來 待會兒再看 我們都先掌握產業 先掌握產業 再來選股 從產業 這個有利 有未來性 有未來性 能夠 它能夠 有一段的漲幅 未來是一個前景很好 我們再從裡面來 挑出一段股票 挑出股票來操作 來操作 就像低論 低論其實 你用低論方面來說的話 是還有很多股票 很多股票 很多股票 不是說 不是說 金豪科 預創 不是啦 很多 但是我們就選了 就這兩支 這兩支 好 今天時間也快要到了 說實在 那現在目前為止 台北股市現在有282點 接下來要怎麼辦 接下來怎麼辦 那整個盤市現在目前為止 今天會有 我認為 今天晚上如果每股再跌的話 會有補跌 你要自己要 要能夠 要好好思考 要如何來操作 那如何來避險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裡 那也祝你投資順利 我們下午見囉 本服務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 創意比賽竟在運通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做手 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盡一定貸出 精選持股持股其中 保證貸盡一定貸出 成通投付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本營領先動心市場 穩借獲利 無往不利 成通投付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成通投付 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做手 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盡一定貸出 精選持股持股其中 保證貸盡一定貸出 成通投付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帶您領先動心市場 穩借獲利 無往不利 成通投付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27525868 大家好 我是健保署署署長李柏章醫師 健保行動快一通APP 在防疫期間可以預約疫苗施打 查詢疫苗接種的紀錄 以及快篩跟PCR檢測的結果等功能 疫苗注射接種的紀錄 有中英文對照的